疾风冰箱和华联市宣布停办封联季后 新城乡公索爷和部落头目开会决议 原住民族捕鱼季 原住民族运动会和部落封联季全部停拜 要配合中央做好防疫措施 全国防疫三经警戒 疫情似乎也没有完全可以解除 由于新城乡6月份的安美族捕鱼季 和7月初的原住民族运动会 和7月底整整8月份的部落封联季即将展开 之前新城乡的河立台也召开部落事务组长和头目会议 配合防疫的工作 原住民相关活动请不取消 在今年的5月 公所我们就召开了部落会议 由我们的部落的头目组长加征班的班长 来做这样子防疫的一个先导 以及随着疫情的增温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 包括在今年6月份 我们布农组的设计 以及阿美族的补育剂 以及即将在下个月7月份的 我们的这个前乡的原住民的运动会 以及在7月底 我们整个乡里面的原住民的 阿美族的风铃5G 全部呢因为疫情呢 我们希望东东都暂时停止 也是得到我们所有部落的头目 以及组长加征班各个来给我们来支持 防疫优先任何是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 活动以后都可以再办 都可以再办 文化是持续的 是不间断的 但是这一段的防疫啊 一定要我们所有的乡亲共同来支持 所以我们的头目以及班长非常的支持 我们公所这个决定 所以在我们所有的活动当中 只要中央中央在三级范围内 三级范围的公布内内 我们所有的活动全部都停止来停办 也要谢谢各位我们原住民的相信的支持 将来合理台表示为了大家的安全 没有事情无必就是待在家里 不访客不群聚 出门戴口罩 爱自己也要爱别人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 共同来做好防疫的工作 才能够永保平安 记得请你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